人工智慧,AI,在提高企业获利性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尤其是当它用于优化profit获利等于quantity量成 price 价格,cost 成本,成time 时间,risk 风险这样的方程式时 以下是AI如何在各个方面发挥作用 量,quantity,的方面 需求预测,AI可以分析历史销售数据 季节性变化,市场趋势以及社会经济因素来预测产品的需求量 这帮助企业优化库存管理,减少过剩或缺货的情况 生产优化,在制造业中,AI可以预测最佳的生产量 以最小化浪费并确保及时满足市场需求 价格,price 动态定价,AI算法可以根据供需关系,竞争对手定价 顾客购买行为以及其他外部因素实时调整价格 以最大化获利或市场份额 成本,cost 成本削减,AI可以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 能源消耗,人工成本等方面来帮助降低成本 例如,AI可以预测最佳的原料采购时机或最高效的能源使用策略 过程自动化 通过自动化重复性高且耗时的任务 AI可以帮助企业节省成本和时间,提高效率 时间 Time提高客户忠诚及年拙度,以延长其客户关系,服务及再次回购 加速决策过程 AI可以快速处理大量数据 提供及时的见解和推荐 帮助管理层迅速做出决策可减低上线前置期 并相对地增加商品或服务的循环生命期 市场进入时间 AI的预测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周期 缩短市场进入时间并如同上述所提之增加商品或服务的循环生命期 风险 Risk 风险管理 AI可以识别和评估潜在的商业风险 如信贷风险、市场风险、供应链风险等 并提出缓解措施 诈骗检测 在金融服务业中 AI被广泛用于检测诈骗行为 减少损失 综上所述 AI的应用可以在多个维度上优化获利方程式 不仅仅是通过提高销售量和价格或降低成本 还包括在时间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化 这需要一个综合的策略 将AI技术整合到企业的各个部门和流程中 从而实现获利最大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